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今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 称赞中国的政治制度 是一项伟大的创造 是中国在全球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中美意识形态对抗加剧的情况下 习近平在会议上说 政治制度之间的竞争 是国家间竞争的一个关键方面 可以成为国家获得战略主动权的 一个关键优势 历史和现实表明 如果一个国家的制度是稳定的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稳定的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强大的 那么这个国家就是强大的 他还称赞中国的制度 是全过程的民主 并且补充说 它是我们党在人类政治史上的伟大创造 是我们国家乃至世界 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全新制度 习近平还认为 真正的民主不是在选举过程中的花言巧语和承诺 他说民主不是装饰品 民主是为了解决人民的实际问题 武汉大学法学教授秦千鸿说 这次会议是在北京面对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 而需要加紧努力捍卫其制度之际举行的 西方对中国的人权和压制日益关注 对中国实施了多项制裁 习近平的讲话显然是对华盛顿 在人权和价值观方面的回应 与美国前总统川普相比 拜登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向中国施压 拜登计划将在今年12月主办第一次民主峰会 而北京将会密切关注台湾是否会被邀请参加 秦千鸿教授说 我个人认为习近平的讲话 是在中国受到全球民主压力和制裁之后的一种回应 在今天的演讲中 习近平显然试图反驳对中国政治制度的任何批评 但是没有点出具体的国家 他说一个国家是否民主 只能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判断 不需要少数外人来指责这个或那个 习近平还说 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评判所有的政治制度 本身就是不民主的 习近平更加进一步说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 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 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 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 选举后就被冷落 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我们应该考察其领导层是否有有序的继承 秦前洪教授认为 习近平这番话似乎是讽刺美国的选举制度 以及今年美国总统换届时 国会山的暴乱 台湾芯片巨头台积电今天表示 该公司计划在日本建立一个新的芯片制造厂 在芯片历史性短缺的情况下 全球的芯片制造商都在急于增加产能 日本工厂是台积电最新的扩张计划 公司高管表示 该工厂将于明年开始建设 并且在2024年底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同时台积电也预计 到2022年 其产能将会一直保持紧张 今年的早些时候 台积电曾经承诺在三年内要投入1000亿美元 用于开发新技术和设施 并且将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建造一座价值120亿美元的芯片工厂 同时扩大在中国南京的产能 而其他芯片制造商 像是英特尔和三星等等 今年也宣布了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 台积电表示 日本的新工厂将会专注于 生产那些不太先进的芯片 这些芯片通常是用于汽车和传感器的部件 一位消息人士称 日本索尼集团将在新的工厂中 占有一定的份额 在截至9月30日的季度中 台积电的季度收入和净利润 都创下了历史记录 这得益于全球强劲的芯片需求 该季度的净利润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4% 达到55.7亿美元 由于缺乏芯片 世界上一些最大的汽车制造商 不得不关闭工厂 并且削减产量 这导致了汽车公司 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尽管市场需求在增加 但是销量却在下降 在市场动荡期间 台积电已经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参与者 他增加了汽车中使用的芯片产量 台积电表示 与去年相比 他今年的汽车芯片产量 有望提高60% 台积电的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说 我们正在尽自己的努力 为我们的汽车客户提供支持 然而我们不能够解决整个行业的供应链问题 他说 台积电目前占全球汽车芯片市场的15%左右 而芯片短缺也使得台积电有足够的理由 最近为其客户提价 涨价幅度高达20% 行业分析师表示 总部位于台湾新竹的台积电 生产几乎所有世界上最先进的芯片 而随着台湾和中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的加剧 世界对台湾先进芯片制造的依赖已经引起了人们对半导体供应链安全的担忧 今天欧盟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 欧盟和台湾是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政体 在半导体方面是天然的合作伙伴 他呼吁台湾的主要芯片公司去欧盟投资 欧盟执委会贸易总司长韦恩德 在一场台湾欧盟在线投资论坛上说 芯片短缺对于汽车制造的影响提醒大家芯片是多么重要 根据欧洲芯片法案 欧洲将会加大努力增加产量 但是我们也希望与包括台湾在内的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 他说不仅因为台湾在半导体生产方面表现出色 而且还因为技术最终是一个安全问题 我们希望能够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 根据我们的共同价值观来塑造半导体产业 韦哲家则表示 台积电不排除在欧洲等地建立更多工厂的可能性 而在美国方面 本周内台湾驻美国代表肖美琴 连续会晤了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 商讨深化双边关系的可能性 而北京方面则大为光火 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周三同美国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兹举行了会谈 双方就继续举行台美经济伙伴对话达成了共识 台美之间的这一对话机制 是在川普总统任内开启的 台湾方面报道称 双方均认为继续开展经济合作对话非常必要 费尔南德兹发推文称 他很高兴将支持下一轮的台美经济对话 肖美琴稍后也发表推文表示 他很高兴有机会同美国官员讨论 事关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议题 而在10月12号 肖美琴还同美国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 举行了会晤 近日台美之间较为频繁的外交互动 引起了北京方面的强烈不满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称 美方言行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对外发出了极为错误的信号 我们奉劝美方趁早抛弃 以台治华的幻想 并且称美方不要幻想一边寻求中方的支持配合 一边肆意妄为的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方的红线 中方绝对不吃这一套 德国总理默克尔今天在西班牙的一个颁奖典礼的演讲中 对欧盟的分裂势力提出警告 并且发出了整个欧洲大陆要更加团结的呼吁 默克尔说 我们不要自欺欺人 分裂已经在欧盟出现了好几年 当欧盟的社会和经济差异增长过大时 就会出现这种分裂力量 他说欧洲只有在团结的情况下才是强大的 如果国家利益被置于共同成功之上 欧盟就会陷入困境 虽然没有点名 但是此话被认为是暗指波兰 波兰的最高法院最近对欧盟法律的首要地位提出了质疑 这加剧了波兰有朝一日可能退出欧盟的言论 默克尔说 在与欧盟以外的大国抗衡时 团结很重要 他说 我们能否应对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洲 是否真正用一个声音来说话 澳大利亚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主席欧文今天表示 澳大利亚并没有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关上大门 但是国家安全考量和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 成为澳洲现在审批外资的重点 过去四年中 中国对澳大利亚的投资暴跌了50% 只有约89亿美元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对资本输出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管控 而另外一方面则是澳中关系的急剧恶化 中国曾经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外资来源 但是近年来 来自中国的投资急剧的下降 欧文表示 什么资产可以购买 什么领域可以投资 以及投资的来源国 我们实施的是一项非歧视性的政策 他说我们持续欢迎中国公司的投资申请 如果他们的投资领域涉及国家安全利益 那么他们将像其他人一样接受审查 澳大利亚去年对其外国投资法 进行了50年以来的最大改革 赋予了政府在认定一家公司 可能造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情况下 迫使其出售公司股权的特别权利 欧文曾经担任澳大利亚情报机构的首长 他指出 澳大利亚对外国投资法规进行改革 是因为意识到全球战争中 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考量 就是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影响 而澳大利亚必须将关键的基础设施的保护 纳入外国投资审查的考量 而这也是很多其他国家也在做的事情 欧文承认 他期盼着中国企业能够继续在澳大利亚投资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